這一次的這個演唱會呢 我應該是說我自己也在自我挑戰 因為其實演唱會裡面有很多的段 就是一個Part一個Part的段 都是在挑戰我自己的情緒跟體力 還有這個在演唱會上面 怎麼樣可以Hold住全場的 這個很可愛喔 因為阿妹嘛 然後我的製作人就說 有個那個詞叫Amazing Amazing Grace 對Amazing 然後他說Amazing 就開玩笑 Amazing 可以這種 滿有Feel的 對 很有Feel 對不對 各位朋友 一百位名人要為百分百的巨星 張惠妹來祝福來敬看 然後我聽說阿妹要開演唱會了 不是還剛做完嗎 怎麼又要開始了 就是因為太精采了 所以各位朋友還沒買票 趕快去買票 快就買不到囉 讓大家看到一個非常非常Amazing的演唱會 在這裡你要記得 我是華仔 我永遠在你背後支持你 張惠妹 Amazing 你最妖嬌 最美麗 I will be there 回來看 Amazing 的阿妹 加油 祝你演唱會 棒棒棒棒 然後一定非常的讚 然後我一定會跟大家看 等起來的 我們該怎麼呀 Amazing Amazing 然後在這裡 祝阿妹 Amazing 秀 加油 Amazing 美姐 Amazing 加油 Amazing 然後再來飛碟路 祝福阿妹姐 在這裡祝阿妹 Amazing 演唱會 圓滿成功 阿妹 Amazing 演唱會 圓滿成功 Amazing Rock 喔 這個男人 Rock 錄影了 錄影了 Rock 不要錄影了 Rock 不要辣我 張惠妹 Amazing 演唱會 加油 張惠妹 哇 加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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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一次 小燕姐的生意出現 我就會想哭 那就 那種想哭是 是有一種 被安慰的那種感覺 其實像 就跟我看到我媽媽一樣 像媽媽一樣 所以 其實小燕姐 在我心目中 她其實就是 看著我 一路成長 大家熟悉的 阿妹她 她的表演方式 即將要回來了 那這一次也 也很特別 就是 我們開會 開了很久 我其實 自己那一關一直 隔了很久 才過關的原因是 我們要連唱六場 連開六場 那那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 所以 就拼了吧 因為我覺得 我必須要挑戰一些 新的東西 讓自己更 更有 活力 一場演唱會要三 三個多小時嘛 然後又唱又跳 所以 連續六場 這是我從來沒有過的 也破紀錄 破小巨蛋嘛 對 我自己在 在台上表演 我自己知道說 現場的反應是如何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大家一起共同創造的一個 很感動的夜晚 所以 當天來的人 都跟我一樣 有一種很特別 很奇妙的接觸 所以 我覺得看 開演唱會 唱演唱會跟 看演唱會 聽演唱會的人 我覺得 當天晚上我們都會有一個 非常好的 所以氣氛都還 還很火爆 沒有任何特別經濟 但是因為我們這次的舞台呢 機關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花了非常多的錢 去弄這些東西 讓歌迷可以去 看到一個很厲害的演唱會 所以 舊主辦方 就是我的經紀人也好 或什麼 其實他們都還 每一場演唱會都會 慢慢緊張的 因為會覺得 這些機器都太龐大 太高 然後太 太 太遠 然後太深這樣 所以 基本上都會有一些些的 那個 安全的考量 所以 但是我們已經都做出了 非常萬全的準備 所以 就是很安全 對 好